這個告訴你說完成手機認證 恭喜您已經註冊成功 成為露天拍賣會員 但是只能買東西 不能賣東西 如果說你要賣東西呢 必須要完成Email認證 Email認證點進去之後的話 就按這個有沒有 請按發送Email認證 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呢 它會給你一個Email認證嘛 可是我剛剛已經按了 它不會馬上就傳到你信箱啦 它大概會等一下下 可能5到10分鐘 因為它作業嘛 你這個提出申請 總要給它一點點時間 所以我剛剛馬上去看沒有 然後後來去看的話呢就有 因為我上次教各位是Gmail 那Gmail要怎麼 那Gmail其實特別注意啦 順便複習一下 你可以在這個如果是Firefox 是開一個新的分頁 這個分頁這邊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邊都可以切來切去的 它等於是給你很多個畫面 那你就直接先到Google好了 三個W點Google 有的時候你輸入過有沒有 它很聰明 你直接往下或者用滑鼠點一下 就可以進到Google了 那這邊就會出現Gmail 或者如果沒有出現 你選更多更多也可以 這邊就有Gmail了 甚至呢 如果你將來想要直接進到Gmail 好像可以輸入什麼呢 三個W點Gmail 好像也可以耶 Gmail 點Com 也可以啊 老師就不用再去Google裡面 對對對 直接 甚至你可以把這個加入我的 這個有沒有 加入我的最愛嘛 加入書籤就可以了 以後的話呢 你就直接有沒有 通通 這個地方沒有的話 你按書籤這邊有個收件夾 按下去也可以 直接就到你的收件夾裡面了 再來的話 這邊就有一個叫做 露天拍賣Email認證通知信 點進去之後呢 它就告訴你說 您的認證 認證碼是這個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把它選取來 有沒有 複製 右鍵複製 或者是編輯複製 對 Ctrl C也可以 複製就是 它會放在那個 你的記憶體裡面了 你把它複製起來 接下來呢 你就直接進行 馬上進行認證這邊點下去 接下來有沒有 往下看到 這邊有個認證碼有沒有 把它怎樣編輯貼上 然後這邊就是你的 會員的密碼 帳號密碼 密碼 你就重新再輸入一次 不要輸入錯了 要慢慢來 確定 繼續 這個時候呢 跳出這個畫面 表示說你成功了 你已經可以成為賣家了 你有資格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說 我的認證狀況 這邊有沒有 點下去看一下 好 如果你進去認證狀況 它就會告訴你說 打勾 打勾 表示已經完成了 那你就可以直接 開始買東西賣東西 用這個帳號就可以 那如果說 將來你的手機跟Email 有更改的話 這邊有個叫做 修改會員資料 按下去 直接就可以進來 進來這邊 那但是會有個問題有沒有 身分證字號末期碼 問題就來了 什麼問題呢 因為我剛剛用的 不是我自己的身分證字號 所以我也根本忘記了 那這個地方就變成說 以後你要修改資料 完蛋了 你忘記 所以怎麼辦呢 假如說你是用 身分證字號產生器 所產生出來的Email信箱 你就要把它寫下來 不然以後呢 你根本要修改 像我這個後面幾碼 我也不知道 所以變成說 要修改就不行了 怎麼辦 可能要重新再申請一個帳號 就麻煩了 所以這裡的話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 幾個重點 特別注意就是 進到這邊的話 按下去以後 再到你的Gmail去 收發信件 這裡的話呢 我想把畫面先換給各位